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我大概是28歲 承接那個家裡的事業 那時候剛回來的時候 我爸媽的耕作面積大概8公頃 育苗的話大概做2萬箱 回來承接之後 就是把機械自動化的耕作方式帶進來 扣到現在35公頃 育苗的土最多的時候做到10幾萬箱 應該可以這麼說 就是帶著一個傳承的理念回來家鄉 其實在台灣現在種植最多的 還是梗道的部分 梗道其實是日本時代 由日本人帶進來台灣的 我們花蓮 尤其是中段 育理 副理 慈喪這個地區 跟日本的環境其實蠻類似的 所以說在梗道的方面 蠻適合就是我們玉里 這個地方的生長 因為我們玉里 使用的水源是玉山 流津下來的玉山山泉水 灌溉而成的 水裡的控物質含量 有機質的含量都很豐富 對於香米的香氣還有口感 這是一個很大的注意 讓我媽媽看 覺得很高興也很滿足 因為我們放下給他 他可以傳承下來 我也希望他好好的做 對嘛 因為這個本來就是一個 養家活口的事業 算是家族事業 希望他把它做好 作詞 作詞 曲 李翔弦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